電視是大眾傳播事業 對於演藝人員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可以達到提高知名度的作用 所以呢 一般歌壇上的所謂新人 一開始都是先從電視 慢慢地才唱到歌廳夜總會等 無可否認 藝術界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換舊人 不過當然這要看什麼人了 當然雖然說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您不要忽略了 有的浪還是推不倒的 像陳京沛大浪巨浪浪里的大白沙 接著在我這個節目的第二段 我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位 華氏目前可以說是非常有前途的新人 雖然她在電視上露臉的時間還不算太長 但已經受到大家的注意和重視 外型清秀歌聲呢 也非常的清脆和悅耳動聽 現在我先請她出場 和大家見面 也和我聊聊天 就是江玲小姐 掌聲 江玲你好 陳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還有電視機前的朋友 電視機前的朋友大家好 對 我們這個節目在華氏這麼多現場節目 是很難得有觀眾 所以你只注意到觀眾 而忘記了電視機前的朋友了 江玲 我想 我對你其實也很了解了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新人在歌壇上 是被我 因為我現在在高雄 也有經營一家歌廳 所謂經營歌廳 當然我們對一些歌壇上比較 就是說後起之秀 我們都很注意 希望能夠邀請 那麼你現在我覺得在中南部一帶 也擁有很多愛護你的觀眾 恭喜你啊 謝謝 那麼好像前兩天 我看你也提名了今年的金鐘獎 我入圍了 但是我落選了 在此我想 謝謝愛護我的觀眾朋友 給我來信鼓勵 我非常感激 所以今後我會更加努力用功 謝謝 謝謝大家 不過我想是這樣 這種所謂的得獎 只是一種鼓勵作用 不過我覺得你能夠入圍 這個已經是相當不簡單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在得獎不得獎 並不重要 不過你除了這個金鐘獎 雖然你說你落選 不過你前一陣子 好像有一個什麼周刊辦的這個 十大歌星選舉 好像你的票數還挺高的 進入前三名 對 第三 那就很不錯了 對不對 不過很多朋友都問我說 陳金沛啊 經常這個歌壇影壇 主辦這個什麼 十大歌星 十大明星的這種選舉活動 是不是真的有人投票 還是歌星影星自己買票 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 不過我以我的經驗 可以告訴大家 我在前面曾經談到過 我說我是以歌唱比賽冠軍 進入歌台雙料冠軍 那個時候其實一個比賽 就是說我們當時比賽完了 錄音帶在全省廣播電台播出 讓聽眾來投票 當時在我的想法裡 我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新人 怎麼會有人花錢去投我們的票 結果事實不然 結果開票的結果 真的是每天都有全省各地的聽眾 願意花這個錢去投他自己 所喜歡的我們這些比賽的人員 我們當時只是新人 都已經有人投我們的票 何況現在這麼多成了名的 像你已經算成了名了 不過當然後來因為競爭激烈 大家在好勝新的情況之下 我不否認 我自己也買了一點票 不過買票歸買票 後來分數打開我依然是第一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雙料冠軍 還算眾望所得 真是的 理所當然 受之無愧 好 那麼今天江玲 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節目 你最近有一首歌好好聽喔 噢 我心屬於你 不是屬於我 是屬於大家 我們來歡迎江玲的新歌 謝謝 謝謝 我心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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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會來看我 我心屬於你 我心屬於你 请你划开满山坡 请你街坊去郊游 为何你不来看我 带我上山去走一走 为什么 希望你会惹解我 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希望你回来看我 你温暖我寂寞提醒我 希望你会惹解我 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希望你回来看我 温暖我寂寞提醒我 今天花开满山坡 今天街坊去郊游 为何你不来看我 带我上山去郊游 为何你不来看我 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希望你回来看我 温暖我寂寞提醒我 温暖我寂寞提醒我 至少 未经许这个阶段 流似的